很簡單一個新年就是 既然要做公益 為什麼要趴那個距離 做就對了 就是我常常在台灣到處跑 我也看到了很多 就是實際的一些偏遠地區 我們現在講偏鄉 或者是原住民部落 有很多一般人不會去看到的畫面 所以我去看到了這種情形 當我真正進到偏鄉到這些課班 我發現確實是有很多 需要被幫助的這個區塊 在我們全台各地沒有被發現 或是沒有單位在照顧的孩子 就是我們要想要照顧的小朋友 尤其是國小國中的這樣子的孩子 我很感謝愛希望協會 讓我們的老人家 小朋友能夠有自己的幫助 怎麼去照顧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而不是說各自在做公益 送送電腦啊 送送米啊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當你到偏鄉 你看到實際孩子的需求之後 你就會發現 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第一個 讓這些弱勢家庭的孩子吃飽 穿暖 再來就是教育的層面 我一直相信教育是唯一能夠脫貧的一個機會 那另外一個層面就是才藝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偏鄉課本 我們就投入這樣子的一個才藝課程 我們聘請師資 我們投入了樂器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講個案助學的一個重點 我們幫助孩子繳繳學費 讓這樣子的一個我們講平弱家庭 能夠減輕照顧者的負擔 愛希望這邊我們還是覺得說 我們在做的工作 其實就是彌補工部門 沒有照顧到的區域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很堅持 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做我們真正看到 需要被幫助的地區 需要被幫助的孩子 讓企業讓團體直接進去看 真正進到偏鄉去看到這些孩子 到底是什麼情況 這是我在做的 我一直在講 我讓你可以有能力去照顧在地的孩子 我們就可以退場 那我們把我們手上資源去投入到 其他準備要起來 或是準備要設立的客戶店 我能做的就是 在其他救助部門我把它加重 所以我想在未來這五年 然後去加強服務的精準點 幫助到這個孩子 我想這個是舉個例子 大概這五年 我還是會在每年的服務方案 去做一些調整這樣子 而是在這三年 我還是會給我 你自己在披露 我想要你的糟嗎 好嗎 你也可以走